现在是讲求环保的时代 政府就在推电动机车 目标是2040年 销售占比要到百分之百 不过整个产业列牵涉 数十名的劳工 如果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恐怕会引爆失业潮 机车主每天在路上爬爬道 成为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政府推行节能减碳 尤其对电动车的补助 都是增加购车诱因 整个产业面 机车从上游材料产业 再到零件组装以及机车行 合计产值在2022年 电动车产业链达到了 两兆五百八十六亿 让不少传统机车行发现 似乎得要跟着转型 才能跟上时代商机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蛮担心的 主要是担心政府的政策 会影响我们燃油机车行的经营 但是再进一步了解 政府推动绿能的政策 我们认同这个大趋势 并决定加入电动车的行列 本来他们也是一家传统机车行 却是第一印象 电动车真的是未来吗 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但渐渐的电动机车 汽车都在日渐增多的情况下 不想被淘汰就得要转型 台湾目前机车总数来到了 而且更有约八成的机车族 未来换车依旧选择燃油车 但政府推动电动车目标不变 要迈向2050年的近零 2040年电动机车的销售 更要达到百分之百 车厂也要帮忙推一把 当然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 就是心中还是觉得很抗拒的 然后甚至是说 会说电动车不好 那跟消费者 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个 把消费者会引导到 那个对 那这是难免的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 强制马上将它改变 这个我觉得说 电动车的推进是一个学习过程 那不管是消费者或是政府 或是我们业者 我们都在学习 当有一天让电动车 自然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店家 他就会去接受这个电动车 从车厂制造到销售端 再到消费者 已经数十年的习惯要改变 确实不容易 尤其车行最关心的售后服务 就大大影响到生计 看看电动车检修 他们靠电脑排查 保养次数少了 更换零件也少 油车零件结构多 机车行赚钱就靠维修保养 转型后的营运模式 都要跟着改变 所以这个对传统油车来讲 他们每天 其实他们的销售 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维修 而不是销售 所以他们会很担心 我要是 就算我加入电动车之后 电动车回来的机会也不多了 因为很久很久才换一次轮胎 很久很久才加一次机油 机油还是要的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宣导 它是电动车的优势 也是让消费者愿意投入 电动车的选项就对了 有了车厂大力支持 要全面卖电车或者是油电合一都行 至少有了新出入 油车真的会被淘汰吗 后头影响到的是外观车架电系 传动零件厂 产业供给链 面临存亡战 光是一个电系零件选择多元 甚至到哪都能收 在以方便前提下 老板认为政府二零四零年的目标 还是得看消费者们买不买单 电动车现在俨然成为挽救 气候变迁的其中一环 淘汰油车影响到 无数生计问题 机车产业的未来 如何面面俱到 有待时间考验 TVB新闻 钟德荣先入轮台北采访报道 另一个趋势就是AI了 研究就预测 下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AI笔电 来释出刺激企业的需求 到了明年 AI笔电的渗透率 估计会突破20% 第一次老 他现在有没有 你的影像现在有AI建议 透过程式让AI制图成功完成指令 AI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在笔电市场也开始活络 应该简单来讲的话说 以前我们的电脑处理器 它只有一个打开之后 不过市面上的AI笔电 目前也还在起步当中 款式不多 价格落差也很大 买AI电脑的也是有 但是它不是因为它要找AI电脑 而是它可能发现 这台电脑的功能 或外型适合它 它喜欢它 我们换电脑 跟我们换手机的概念很像 除非有新的技术 或是我的东西 刚好遇到可以太坏的零线 不然大部分的优责 不会说他每年求一台 每年画一个很少 因为这个东西 是我要用的习惯 尤其什么叫做AI电脑 也正在定义当中 目前来说 这个所谓的NPU 那个类神经网路的这个CPU 它其实本身它标准 还没有非常的明确 所以大家在开发层次 也根本不会想到 去用它丢进去算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部分 所以当然如果说今天来讲 那这个我们要去用这个AI PC的话 那我反而会觉得就是说 你先选择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就是如果说你本身来讲 你要用显卡去做一些游戏 或者是做一些运算的话 那当然你就可以买有显卡的机种 虽然AI在生活上的应用 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不过要如何使用也看个人 例如直接在电脑里运算 又或是透过云端运算 看起来比较CP值比较高的 反而还是说我今天来说 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先用云端服务 把它丢上去去做这个运算 那我不见得说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你说你买一台这个 具有很好显卡的电脑来讲 其实你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你还是比不过人家的 那个很大运算力做出来的事情 那在学习上面来讲 那当然有一些的这个效果 那但是呢 这个效果来说 其实你先用一些云端服务 你等到这个相对来讲 架构定义的更成熟 那这或许也是一个 考量的一个方向 不过根据研调机构的 最新研究指出 2024年全球笔电出货量 仍然受到地缘政治 与高利率抑制 市场动能的影响 入门款消费 以及教育的换机需求 为上半年推动市场的积极因素 而下半年仍然有待 经济环境回稳 以及有更多的 AI笔电机种释出 才会刺激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成长都能改善 欧美国家相继降息 微软停止技术支援 以及AI笔电是有助于 提升生产效率 像是AI笔电可以进行会议记录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分析报告 其实是有助于拉抬高阶商业用户的 升级换机医院 不过分析师点出 除了商用和教育市场之外 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 催化效果仍然不明显 总和上述在商用市场 电竞市场 教育市场 三大市场同步增温下 是有助于带动全球笔电当出货表现 预期下半年的笔电出货量 将呈现成长态势 研调机构也预估 2025年随着AI应用完善 能处理复杂任务 以及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并且提高生产力的同时 消费者对于设备需求 也会迅速增长 预期AI笔电的渗透率 也将快速成长至20.4% 但也取决于业者的开发 是否能扩及到普罗大众 而非特定人士 TVB的新闻 何将先单词会报导 为了解决电力问题 经济部打算设立泛关股的售电平台 希望能够打通中型企业买绿电的瓶颈 不过也被质疑 这是否是让官方语名争利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这边 是我们节能的系统 节能 除能 创能 三能合一 各产业对绿电有需求 多数业者提前规划 2025年及往后的绿电使用比例 如果要高比例使用绿电 依照现在这个台电的转工的制度的话 单一个电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受电业者在供电端及用电端之间 建立完善电流 资讯流及金流 业者完成400多个电力网点部件 建构资讯团队打造绿电平台 那未来只要有台商的地方 像现在越南 印度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都有我们现在既有的客户 提出他们未来有采购绿电的需求 也有请我们帮他提出节能减碳的方案 2017年电业法三读打破台电垄断 开放用户购电选择 开启电业自由化里程碑 目的是要解决缺电 发展绿能 补强国营事业弹性不足 2017年电业法通过 2019年我们才发第一张的 这个受电业执照 那一年才三家通过 到了2020年也才七家 但是到去年就有65家受电业执照 那这个受电业执照指的是说 他没有电厂 他可以去买电来卖电给需求的人 经济部扩大绿电投资 选使绿电要买得到卖得出去 也拟成立贩官股事业售电平台 让无法一次大量长期购买的中小企业 可以借由贩官股售电公司 统购分销 买到少量短年期绿电 消息一出也引发再生能源业者质疑 政府与民争利 经济部立刻开一些协调会 跟业者做沟通 我想这个刚好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离岸丰店的业者 因为他有融资的关系 他的店 这个卖给谁 需要融资银行的同意 所以你的这个规模不够大的时候 你是他没办法卖给你的 所以他只能卖给谁 卖给一些大型有信用的大客户 但是中小企业就买不到 所以当初可能业界有些争议 是业界以为政府又要来抢光电 又来抢风电 那政府马上就说明说 我是针对离岸风电 那当然民间开始就紧张说 那你供应的价格多少 那你的价格如果这个是比较低的话 那是不是就把整个市场 又打乱了 绿电市场蓬勃发展 再生能源业者紧盯政策 就怕看不见的手受到干预 这个范工股公司 就是一个仲介平台 然后他把这个中刚 当任一个大股东 买这个绿电 然后卖给一些有需求的业者 打通了这个中型企业 去购买绿电的品牌 AI热潮让台湾的科技业 受到国际的关注 AI运算中心在全台遍地开花 也带动用电需求 然而盈盈静零炭 排货RE100倡议的要求 这些运算中心还有资料中心 都积极导入绿电 市场就传出扫货 买绿电的状况 2024年台湾绿电凭证市场 受惠企业加入R100与资料中心 建制需求产业供不应求 今年上半年供需比只有66.67% 绿电凭证需求 未来五年半内约有 百分之两千三百零四成长空间 不管是现在因为台商回流 或者未来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电力需求 再加上未来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半导体 还有是AI产业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台湾的这个绿电的需求 会越来越大 随着外商积极来台设立资料中心 绿电交易需求增加 业者乐见 经济部设置售电平台 也承诺不会影响现有商业交易 先让业者们吃下定心丸 TVBS新闻徐昆山王浩宇新北采访报导 企业要如何才能够留住好的员工呢 打造多元公平跟共融的 DEI职场环境特别重要 而且研究也发现 DEI其实跟获利息息相关 其他就是一些民生议题 所以最近还是有很多民生议题 对啊 像咖啡 咖啡有换咖啡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换咖啡豆 Jason和Iris是国际广告集团员工 公司为了想要倾听基层声音 三年前成立众议院组织 每两个月开会一次 有任何需求 员工都可以向公司提案 众议院现在大概也三年左右 就是我觉得刚开始 大家一定都会比较 在医生一些比较 基本的问题 比如说像椅子 Wi-Fi设备 会议室的状况等等 都希望大家更往上层的需求来提出 广纳员工意见 让内部资讯透明 沟通上更容易 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也会大幅提升 我们呆的环境 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打造 而不是说老板 他打造的一个环境给员工 可以员工自己打造一个 属于员工的环境这样子 你在这个群体里面 你是有一个很多元的个体了 然后我们都同等的面对你 然后给予你同样的资源 同样的权利 就是有了前面两个之后 那这间公司就会有它共融的可能性 Iris口中的多元公平共融 是现在全球都在提倡的新职场文化 让不同背景的员工能在职场上受到接纳与支持 多元包括性别年龄种族 宗教性取向婚姻状况等等 公平指的是公司组织部门无条件的给予所有人公平待遇 至于共融是鼓励不同背景的员工表达不同视角的看法 融合多元观点 打造友善职场环境 我觉得它包容了各个不同的性取向 或者是年龄或者是性别 因为我记者在我们公司里面 其实都没有这些的问题 会让你在工作上面会比较觉得说轻松自在 然后你就不会有拘束 DRI其实能够做的东西很多 那像之前的LGPDQ 我们公司在就是本来就走在很前面 甚至是在政府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我们内部就已经很重视这一块 新的一年我们整个Global的目标 我们希望给这些disability的族群 更多的工作机会 DEI也与企业经营息息相关 全球知名管理顾问公司 针对1265家企业调查 发现高阶管理团队 在性别种族多元化排名前25%的企业 相较后25%的企业 财务表现优异的可能性高出39% 强化DEI长远来看 能留住好人才 也能创造更大收益 打造多元公平共融的职场环境 已成为企业管理的新险学 有调查就显示 有高达9成的台湾员工认为 企业是否实践DEI 是决定加入或留任的关键因素 被发现如果企业有落实DEI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解决求职跟留任的问题 如果今天你的高阶主管 还有你的董事 你的性别多元 那你的公司的货率是成长 品牌形象也是好的 少子化高龄化下 台湾人才问题变成企业严峻挑战 想要实践DEI多元共融 人力专家指出 企业必须接纳尊重每一个年龄层 不对任何种族员工 存在歧视或刻板印象 特别是消除偏见 打造轻盈共融的职场环境 当我都可以做到这些包容同理之后 我能不能去从最基本的 尊重员工他的一些差异化 比如说今天我们用了这个东南 东邪的这些伙伴 或者是高龄的伙伴 它事实上我们常常讲在临时柜上面 你就必须要能够符合中高龄重视养生 年轻人他希望能够有 比较新鲜的这些临时柜的部分 那就会让一个企业 他是处于轻盈可以共创的一个部分 DEI已是趋势 台湾企业不能置身事外 营造多元思维公平待遇 充满包容性的工作场所 不只是企业文化的象征 更是保留人才 带动组织绩效的重要策略 TPBS新闻 台湾的健保点数制度其实常年都被诟病 常常会发生做议员的功 只拿0.8或0.9元 导致医护出走 行政临床带新人相当忙碌 护理长蔡梅珍护理资历二十多年 看到这几年护理人力大量流失 让他相当感慨 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招募不易 然后亲近的人员一看到前辈护理师 这样忙碌的工作 他觉得他的工作 就是报酬跟那个薪资 是不成正比的 而且很没有生活品质 所以很多人一进来 就已经转职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病人可能会有暴怒 或是言语伤 或是肢体上的一些暴力行为 会导致护理人员出走更严重 不受病人尊重 轮三班的高负荷薪资不高 新冠疫情后 全台护理师大逃亡 我们来到一水中心看 像这一区的病房总共46床 原本锁了10床 只有36床能收病人 最近可以开到40床 渐进式开床 就是因为护理人力不够 得弹性调整 而像是急重症开刀的医师 越来越少等等 种种医疗崩坏现况 就是跟铁饼一块的健保总额制有关 像是缺药的问题 或是输液的问题 还有看到这个癌症的新药 那我们要引入台湾的健保给付 要700多天 我们临近的国家 日本只要60天 也就是说 当健保的总额预算制度 这个制度一设立的时候 就注定了 预算跟需求的缺口 必须要由医疗机构 跟全国的医事人员来承担 也就是说这22年来 我们的医疗机构 跟医事人员 承接了这个预算跟需求 之间的一个缺口 因为这个缺口越来越大 那大到目前事实上 已经承担不住了 每年健保平均成长率 大约只有4.5% 但人口老化 新药新科技 引进速度 看病需求增加等等 都超过健保成长率 那健保总额就是那么多钱 怎么办 就是医疗人员和机构 做一元的工 但只拿到 0.8或0.9的钱 给付长期被打折 也就是做功德 目前国民党提出 要针对健保法第62条修法 主张保障健保点值 1.1元或1.0.95元 不足的部分 全数由中央公务预算之一 这也等于是打破总额制 根据我们的研究是说 健保的收入的来源 的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要达到 损益两平点的这个成本线 起码健保的点值 要保障在0.93以上 才能够避免 就是说健保收入的 这个部分是亏损 必须要用别的方面 来弥补健保的亏损 也就是说健保的点值 要被保障 才能够让每个医疗机构 有财务的可预测性 健保的点值被保障 我们才有办法去 从这个预算里面 怎么样去为医事人员 增加薪资等等 都可以从健保点值的 被保障来开始 目前朝野协商还没有共识 根据卫福部推估 1点给足0.95元或1元 一年经费将增加700亿 到1100亿元 健保一旦产生财务缺口 可能必须调高保费到6% 医疗需求年年增加 健保势必得调涨保费 但涨保费变成是难以承受之重 跟选票过不去 会引起民众反弹 尤其是低薪不加薪的寿薪阶级 但台湾医疗 真的能再这样下去吗 有很多的数据都出来 包括我们这个平均余命 也输韩国 那我们的新生儿死亡率 也高于亚洲的一些国家 那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 这个全民健保 那除了便利性是高于人家以外 那但是他这其他医疗的品质 是在大幅度下降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理事长 朱毅宏认为保障点职入法 不必然就一定会涨保费 可以从分级医疗等等 各方面来着手 我个人是不反对分阶段 那就是比如说在入法的时候 同时明定在几年之内 要达到1.1元的目的 或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用什么样的做法 是用0.95或是多少 只要没有入法 就算现在的邱部长 他承诺或是赖总统 有承诺 但是等到下一任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同样的承诺 那就不知道 就是一个未知数 台湾应以为傲的健保 正在快速崩坏中 医疗品质不该是建立 在血汗医护身上 别等到无法救命的那一天 苦果全民承担 新冠肺炎疫情再起 再加上肠病毒跟流感肆虐 让医院人满为患 最近新冠病毒又造成一波 数量很多的感染 大家可能会再次确诊 也可能打了疫苗 还是确诊 这其实是新冠病毒 不断变异的结果 目前全球主要流行变异株 ZN.1 KP.2 KP.3 以及LB.1 都有很好的免疫逃脱特性 所以传播力较强 但是不用过度担心 这些变异病毒并没有造成疾病严重度的增加 整体的重症比率仍然是低的 但是因为感染的人数相当的多 所以还是造成一些高龄 以及免疫低下 或是没有接种疫苗 或是疫苗接种技术不足的人 染疫后产生了并发症 而住院 甚至到重症或死亡 大家也不用担心 目前的快筛事迹 仍然能够有效地侦测这些病毒 现在使用的抗病毒药仍然是很有效果的 以感染科感染管制的立场 我们都很期待它消失 那对一个新兴传染病来讲 大家都还记得20年前的SARS 那它现在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心中都有一些期待 当时候 那虽然新冠跟SARS 在各方面的角度来讲 它很接近 但是它后面衍生的 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有人问我新冠病毒会不会消失 我觉得新冠病毒会和人类共存 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不会完全消失 新冠病毒的全名是新型冠状病毒 是冠状病毒的一种 像是他的堂兄弟 其实冠状病毒在我们的世界 存在很久 通常会引起感冒症状 不只是人类 冠状病毒也会感染其他的重物 所以说冠状病毒几乎无所不在 基本上很难消失 病毒它改变了 病毒有比较大的突变 所以现在的病毒株 跟以前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那它的传染力变得比较高 那可是重症没有比较多 那因为病毒改变了 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感染过 曾经施打疫苗的抗体 就不是那么好 近年来新冠病毒一系列的演化 很多人熟知的原始病毒株 到后来流行全世界的Omicron 还有现在Omicron演化出来的XBB 也有可能会听到 XBB演化出来的JN.1等病毒株 若免疫逃脱 能力越来越强 就越来越容易传播出去 而且会让被感染的人 方便传染给更多的人 因为他们都还是有相当 程度是有活动力的 那所以他 有人说他已经流感化了 其实是有一点接近 那他其实的确是在朝向流感化的过程 目前国际的研究报告显示 接种新的SBB单加疫苗 对不论免疫低下或正常的人 都能有效减少重症的机会 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有免疫不全或免疫低下民众等高风险群 已经接种第一剂 隔12周还可以再接种第二剂来得到更加的保护力 最近其实很多人确诊之后 其实是没有进行隔离的 那甚至也疏忽了 所以也没有做适当的防护 那跟家人还是继续一起的活动 那就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家人 面对这种无法避免的病毒 平时的预防就很重要 主要的预防方法有三种 戴口罩 勤洗手 打疫苗 现在大家也都非常习惯认为它流感化 可能在防疫上的作为 也就没有这么的强烈 洗手可以有效清除手上的微生物 如果不经常洗手 当手碰到眼 孔 鼻 时 就会把手上的病菌带进身体里面 包括新冠病毒 洗手的方式有两种 用肥皂汗水的湿洗手 以及使用干洗手液的干洗手 针对新冠汗流感等呼吸道病毒 干洗手液的效果就足够了 医师提醒任何人 应随时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若65岁以上或有慢性病 免疫不全疾病 确诊新冠肺炎 应遵从医嘱安排 避免发生重症 危及生命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